Vector Vector 就像箭嘴一樣 這樣 表達一個方向 有起點,有終點 如果起點叫做A 終點叫做B 這個Vector 我們就叫做AB B 通常會在頂部的箭嘴代表方向 A,B 即是由A到B這個方向 它有方向,有長度 長度,我們通常會動兩動 把Vector 寫在中間 來代表它的長度有多少 如果,譬如它有六個unit 我們就叫6 方向是A,去向B 長度是AB 我們稱呼這個做 叫做Magnitude of Vector A,B 同樣同,給我代表 Vector 由A到B 叫做AB Vector Vector 可以跟另一個point 任意的point O 可以有關聯 首先把O和A 和O和B 這兩個Vector 就是OA和OB 它們有什麼關係呢 原來AB 就會等於OB 就是OA 任何一點O都對 所以這個都要記住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把OA 刮一條線過來這邊 做成一個parallel graph AB刮過來這邊 做成一個parallel graph 這套式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OA 若然反轉它的時候 墊墊調轉行 這個就會變成 Full OA OB 就是這個 我們說 由O點開始 如果你走 這個位置 OB 就是這個 接著這條線 向這個方向走 就是負OA 所以 OB 加上這個 負OA 就來到這點 就完成這個 新的Vector AB 跟對面一樣 一指 AB等於 OB-OA 其實這個 任何一點點 可以去哪裏都可以 M 就在這裏 我們可以說 AB 會等於 MB 減MA 所以這個要記住 很快的 你們立刻可以 讀出來 OB 後面那個字 減OA OK Vector Vector 如果我們把它放進一個 Coordinated System 就可以發現 同一個新的 vector 我們定義為 I 和 J I 是 x-axis 一個 unit 叫做 I 一個 vector 向上 pari-axis 一個 unit 我們叫做 J Vector J 叫 unit vector 因此 如果這個是 O O A 由 ORIGIN 它叫 A 那個算 我們就可以 好像 XY coordinate system 這樣就要數格仔 打橫是走進一個 unit 打動走進一個 unit 如果這個是 2 3 是 XY coordinate 我們就可以寫成這個 vector O A 等於兩個 I 打橫行兩步 加上三個 J 打動走三步 就去到 O A 這個位置 就把 O A 這個 vector expressed as I J 這兩個 unit vector 同樣地 O B 如果這個 譬如說是 5 8 這樣就算了 我們可以很快寫出 O B 等於 5 I 加 8 J A B 剛才那條的 formula A B 我們不是說 可以很快便知道 是等於 O B 減 O A 因此 apply 這個來的時候 O B 減 O A 就是 5 I 減 2 I 就是變成 3 I 就是變成 3 I 接著 J 減 J 就是 8 減 3 減 3 5 J 了 因此個 vector 由 A 開始走到 B 即是說 橫行三步 三個 I 打動走五步 五個 J 就可以由 A 去到 B 3 I 加 5 J 另一個要看的 就是這個 vector 這樣表示了方向 橫行 打動走 我們再要看它的長度有多長 我們的寫法 就把它寫成 A B vector 動兩動在旁邊 這個叫 magnitude of vector A B 其實畫這個 right angle出來的時候 就是等於 打橫行 走多遠 打動走多遠 這個直角三角形 apply 那個不視乘理 Pythagoras theorem 下去 打橫 剛才說是 3 I 打一步 我們說五個 J A 出來的答案 55 33 多於 9 開方 34 就是這個斜邊 A B 的長度 我們稱呼為 A B 這個 vector 的 magnitude 是開方 34 OK Scalar product Scalar product 或者叫做 dot product 是等於 Vector 中 一個很重要的 方法 如果我們說 有兩個 vector 一個叫做 A 一個叫 B 這個一點 或者粗一點 A dot B 就是它叫做 dot product 或者叫做 scalar product 是等於什麼呢 等於 Vector A 的 magnitude 乘上 Vector B 的 magnitude 乘上 Vector B 的 magnitude 乘上它兩個中間的角度 data 即是說如果有一個 Vector 叫做 A 另一個 Vector 叫做 B Odd product 的 definition 是什麼呢 就是說 將 A Vector 的長度 拿出來 menitule of A 乘以 B Vector 的 magnitude 兩個長度相乘 不過 再要成為中間的角角的 cos beta 那效果是什麼呢 那效果就是說 將 A 這個 Vector 如果你 Hold B 不動 將它 Project 頭影下來 或者直角 這個長度有多少長呢 就正正是 magnitude Vector A 成 cos beta 原有的 Vector B 的長度 乘上 Projection 的長度 又或者你不喜歡 將這個 Project 下來 你可以說 將 Vector B Project 下去 Vector A 的 direction Vector B 這個長度 就是 magnitude B 乘上 cos data 就是 Project 下來 B 處的時候 這個長度 再乘上 A 本身的長度 原來出來的效果一樣 這邊 Project 過去那邊一樣 是兩個 Vector 的長度 是兩個 Vector 的長度 相乘 再乘以中間的格角 的 cos data 為什麼叫做 Scaler Product 因為 Vector 呢 因為 Vector 呢 是不止有方向的 但是拿到 Manager 之後呢 就變成了沒有方向的一個數字 再乘上 cos data 一樣是一個沒有方向的數字 是一個 Scaler 所以呢 所以呢 兩個 Vector 結合起來的時候呢 出現一個 Scaler 所以我們叫做 Scaler Product 就說完 Scaler Product 呢 我們現在呢 就將它加在 Unit Vector 有 I 有 J 的情況下呢 來看看 譬如有一個 Vector A 另外有一個 Vector B A 這個 Vector 呢 若然是等於 2 I 加 3 J 可以的 B 這個 Vector 呢 B 這個 Vector 呢 若然是等於 5 I 加 6 J 可以的 對不對 A 和 B 兩個多 即是 2 I 加 3 J 多 和 B 這個作例在這裏 好像一個成號一樣 叫成 I 的部分 Dot I 的部分 25 只有 10 接著是 I.I 留意 I.I 是什麼 I 和 I 本身的 Minitur 相成 我寫一次 I I I 和 I 之間的角度 兩個 Parallel 所以是 0 接著是 0 接著加上 I dot J 26 12 I dot J 所以這次是 I J I 和 J 中間的角度是 90 所以是替山 90 接著這個 J 和 I 35 15 J dot I J dot I 又是替山 90 加最後一個 J dot J 3 和 18 因為 I 和 J 中間的角度是 90 度 所以 cos 90 是 0 這個 term 沒了 cos 90 是 0 這個 term 沒了 上面 I dot I I 的 Unitector 的長度是 1 1乘1 就是 1 cos 0 是 1 所以這個是 10 後面 J dot J 是 1乘1 cos 0 是 1 所以現在還加18 所以你看到 如果你熟悉這個 I dot J 就是 0 不用計 I 只是考慮 I J 只是考慮 J 就是 2 不得 10 3 5 6 18 答案 就是 28 A 和 B 兩個 vector Dot My Dot Product 是等於 28 OK Clause Product Clause Product 剛才所說的叫做 Dock Product 注意的是 剛才那個乘號 我們不用一個交叉 我們用一點 一定用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在這一順 交叉用作 Clause Product 兩個Vector A 和 B 除了剛才的 Dock Product 我們還有一個 叫做 Cross Product 就是用了這個 Counter 這個符號 Clause Product 它的 Definition 就是說 將 A 和 B 的 magnitude 成為 然後 中間的 theta 角成 Sine Theta Sine Theta 我們要留意 如果將 A 的長度 成Sine Theta 就會是等於 這個浦度 所以這條式呢 其實是什麼呢 其實是等於 B 這個大熱的長度 乘以 這個高度 底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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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其實它是等於 A Vector 和 B Vector 所形成好的 Parallelogram 的 Area 的 Area 重要的 還要留意 就是這個 Clause Product 做出來之後 我們再有一個 符號 就是 其實呢 是要 扣住一個 我叫 C 叫 Vector 這個 C 的 Vector 就是 A 這個 Vector 和 B 這個 Vector 好像 用你右手 A 走這邊 B 走那邊 下 然後轉那邊 轉的時候呢 手指弓呢 就轉入這個黑板裏面 C 的 Vector 就是 讀入這個黑板裏面 的一個 Unit Vector 因為 Unit Vector 我們將它除回 C 的長度 換句話說 A cross D 是等於這個 Area 的大小 是前邊的數字大小的部分 不過 它 define as Vector 這個 Vector 多長呢 就是讀入這個板 那處 和 A B 乘90 度 向裡面走 長度 是那個 Area 方向 是決定於 A 和 B cross 的時候呢 在這個 Case 是向白板的裡面走 這裡看到是一個墊 所以記住 Clause Product 是一個 Vector 的 如果大小的數字呢 就是相當於 A B 所形成的 Area OK Bratial Rule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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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接在中間,隨便拉點 這兩個長度 say k 的長度的比例是 m 比 n 的話 這個長度是 m 和 n 之比 我們說可以很快地找到這個 vector ok 和 ab 的關係 我們說ok 這樣方向的 vector 原來就和這兩個 vector 有關係 像交叉那樣 n 乘 a 這個 vector 加上 m 乘 b a 這個 vector over m 加 n 把它插開,看起來變成兩個 vector 之間的關係就是 n over m 加 n a 加上 m over m 加 n b 就是 a 這個 vector 乘上一個數字 就是 n over m 加 n 加上 b 這個 vector 乘上這個數字 m over m 加 n 這個呢,你要記住 和這兩個 vector ab 的關係 當我們要找出中間這個 vector 如果這樣連起來的時候 它的 ratio 是這樣的 這個 ratio rule 就快了 你要熟習到的時候 有些圖案和圖形 一畫出來,發現是這樣 你就可以很快便找到 ok 這個 vector 和 a, b 之間的關係 這個 ratio rule